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24日星期三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特區政府打算將區議員納入宣誓的範圍 而且在昨天還列出了所謂的負面清單 凡親在負面清單裏面所列舉的行為 就會被視作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校中特區 至於第二個消息就是中學的退學潮持續出現 根據最新的一份調查指出 因為移民而退學的中學生人數 比較起前年是急升了五成二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關於區議員宣誓的情況 將會如何 昨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公布了一份條例草案 裏面列舉了所謂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 負面清單裏面所在的行為 會被視為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和校中特區 所以這次的修例可以視為定立一個DQ的標準 雖然負面清單裏面只列舉了九個項目 但這九個項目所涵蓋的範圍都相當廣泛 再加上全息這個負面清單的都是特區政府 所以以往那些反對派的政治人物 他們能夠做的一些行為 在往後應該視之為不能夠做 一做的時候就會DQ 比如說以往曾經發動過的五區公投 以後就應該不再做 因為裏面說明 凡是推動或實施自決主權或自權 全民公投、全民制憲等活動都是不行的 所以以往有得做的事情 現在基本上是沒得做 所以在香港從政的反對派 往後的阻撓只會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現在弄這些DQ準則出來 無非就是要設置一些安全的關卡 就算有些所謂的素人或不知名的人士 他們變成了漏網之餘 入到閘甚至乎是當選都好 一旦他們做了這些行為 都會被DQ 所以難怪老蕭在Twitter說 不如委任乾脆 那還算什麼 其實我相信來到現在這一刻 都沒有多少香港人 會很認真地去看待這個選舉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至於現任區議員 他們怎麼看這份條例草案 昨天我看到有一批民主派區議員 在Clubhouse這個apps裡面 開了一個聊天室 我又有按進去聽 八卦一番 發現到其實大部分的區議員 都是傾向留守的 換言之他們是會宣誓的 因為接下來區議員都要宣誓 但是我留意到 有個別的區議員 我就不開名 對於繼續做下去是有保留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擔心 如果他們繼續做下去 有朝一日得到特區政府要DQ他這個議席的時候 恐怕會追回他們的人工 和辦事處的津貼等等 他就擔心這個錢銀的問題 其實這件事都是很實際的 老實說區議會來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明白到那個權力已經被加空了 就是等同於當日那些民主派 在立法會裡面的處境一樣 就是那些議員是發揮不到他們認為應有的功能 昨天我在Clubhouse區議員的聊天室聽回來 他們就說 現在區議會的權力 很大程度上就被那些所謂的分區委員會架空了 就算他們在大會上 以往不批某一些撥款也好 在分區委員會那裡原來就是有批的 另外現在就算開大會 那些民政專員 即是那個DO 他們周時就是會拉大隊走人 變成了 跟以往那個區議會的運作 就有很大的分別了 我自己來說 對於民主派那些區議員的去留 就沒有任何意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你喜歡繼續做 你就繼續做 你不做的 那就不要做 我就覺得這個是很個人的選擇 來到這一刻 這一幫人做與不做 對於那個大局都已經可以說是毫無影響 正等於當初我為什麼說 立法會那個去留的問題 我是不想參與的討論 就是因為當時我都指出了 其實美國那個大選才是最決定性 這幫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去留 都可以說是無甚影響 我相信來到這一刻大家都會同意這個觀點 換轉今天這個情景 大部分民主派的區議員就想留 有小部分就醞釀想不做 那我就真的沒有意見 因為對於這個大局真的沒有影響 一來我又不會找這些區議員去求助 因為區議員其中一個重要的職責 就是協助街坊 走去跟政府部門 或者是公用事業 去溝通 或者是協調 那我也沒有這方面的需要 另外一件事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一幫這樣的區議員 來到現在這一刻 那個權力都已經被削得很厲害了 所以他們的去滑流 基本上對於香港的前途 都已經是沒有影響 所以我就覺得 你喜歡做就做 不做就不做 都是一句而已 但是我想點出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當日有幫人很大聲地要求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要總辭 當中就不罰一些現任的區議員 我不說哪些人名 大家自己去尋找一下 這幫人當時就猛地說 人家繼續留在立法會裡面 都是沒有作用的了 你都被人是剝奪得很厲害了 諸如此類 就說了很多這樣的原因出來 其實這些原因到現在這一刻 那些區議員自己就吃了 我就很想看一下 到底這一幫當日很大聲地指責其他人的區議員 他們會採取一個什麼的應對辦法呢 他們其實都應該是向市民交代的 當然我就免得開名 我又不是要特別針對某一些區議員 不過我就純粹是想就著這個現象 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當那條紅線還沒殺到你身的時候 總有一幫人的道德標準設到很高 就猛地在呱呱吵 指著其他人在猛罵 但是當這條紅線殺到他身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會選擇妥協和屈服的 你當初喊得那麼大聲 吵得那麼厲害 因為所說的東西起不是全部都是廢話 我只是想帶出這一點 其實不僅是說到去留的問題 關於宣誓的問題 其實都應該以同一個態度來處理 現在我看到有不少的網民 他們看到公務員要宣誓的時候 他們就指責人 說為什麼你要宣誓 等同於是賣身 等同於是什麼諸如此類 什麼都說一大餐 我覺得不要緊 一個社會當然要有這些言論自由 只要有一點空間 你也要讓他們說 我不是干涉別人說這些 我只是指出 如果下一步這條紅線殺到你身 殺到其他公種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選擇 當然如果你本身已經是退休人士 或者你將要移民 或者你根本都不是住在香港 你可以說得很大聲 你可以站在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 指責人家去宣誓 因為你根本上就不需要面對這一點 但是如果你還在香港是在職人士 我就覺得你去指責公務員宣誓 都是無謂的 因為到這一刻 原來連區議員都要準備宣誓 而很大部分的區議員 看怕都是會接受這個宣誓 都是會去做這件事 難道你又要去指責這些區議員嗎 這些區議員當初你有份選出來 應該是 聽到我們這個台 很多都是選黃絲的區議員 難道你又要指責這些宣誓的區議員 如果將來公職人員涵蓋的範圍 包括教師、社工、醫管局、護士 難道你又逐個指責 其實這條紅線只會不斷擴大 它不會縮小 所以我覺得面對這些事情 大家都要寬容些 你撤到道德標準太高 到最後萬一自己面臨這個抉擇的時候 其實都有機會是會吃回當初指責別人的原因 我就不是說要爭著宣誓的公務員 或者區議員 我爭他也無謂的 我又不認識他 問題就是 大家都要想想 是不是要這麼苛刻 尤其是對著一些都沒有公權力的人 或者被削了權的人 我自己就會採取一個相對寬容的態度去面對 你看看加拿大 其實人家都說 就算你宣誓了 都不會影響申請過去移民 因為人家都理解到 大佬生活迫人 他不宣誓 他又沒辦法有這樣的經濟條件移民的時候 就是你養他嗎 就是沒辦法的 有些事情就是 當然我講這番說話 有些人都未必同意 那我就覺得一個節目 不是說要百分之百同意才可以聽 偶然有些取態未必會完全同意 而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這就是所謂的和而不同 好 接著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就是關於中學校長會 去年年底做了一項調查 以不記名的方式 向全港中學校長發了一份問卷 調查從去年7月至11月期間 學生退學和教師離職的情況 調查結果顯示 因為移民退學的中學生 比起2019年的時候 急升了五成二 因為移民而離職的教師 總人數有37個 比起2019年的時候 急升了百分之百零六 即是多了一倍有多 八成的中學校長 就預期 學生退學人數會持續上升 七成的中學校長就估計 教師的離職人數也會持續增加 這也很符合一般大家理性的正常預期 因為不少的家長 為了避免自己的子女 繼續接受香港那套教育 他們就會申請BNO5加1的簽證移民去英國 只要他們不是太過選擇 不是一定要就讀私立學校 如果他們是選擇公立學校 他們不需要太過擔心洗費 因為BNO的子女 又可以免費入讀公立學校 公立是免費的 那麼洗費就低很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誘因 吸引得到家長 申請舉家移民去英國 所以你說 接下來的中學退學潮 是不是會持續呢 我相信會持續 那教師會不會走得更多呢 去年就有37人 今年我相信會多於37人 但是所佔的比例都不是很多 因為教師有八萬幾九萬人 那幾十人其實就很少 那麼反而來說 我相信那個學生的退學潮 是會比起教師的離職潮 是為之大的 因為做家長那一班 往往他就願意犧牲更多 現有的條件 來安排一個更加好的教育制度 給自己的子女 反而這班做教師的 他一來就未必是有子女 二來就算有子女 可能很多都已經是出了身的了 那麼所以呢 他們可能僱著的工作就更多了 這不奇怪的 各人有不同的選擇 反正的就是 最重要是做到四個字 叫做無愧於心就夠了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